哪一个帮你来 毕业生快乐成长营第一个任务 自己买食材做晚餐 不只如此还办起了料理大赛 但煮菜的火炉和家里的不太一样 一煮自己吃 那怎么煮 有一个盆 过后点一个火锅 再一次上一个火铁来 跟你们家的一样吗 一样 你们家都用火炭 开火还会自己开 两天一夜的课程到了夜晚 才是考验的开始 你吃饱了吗 啊 吃饱了 你有想念我吗 有 很想你 怎么办 哥哥 你有想念我吗 有 反而我觉得是我会比较想念他 爸爸也是很想念他 结果我们就说 不如就去校门外看一看 在槟城慈激幼儿园 晚上还有萤火晚会 表演的节目由小朋友自己来规划 谢谢老师 为什么要谢谢老师呢 教我们很多东西 教我们助学 虽然表演的不是那么的完美 然后准备的时间也非常的有限 但是都是孩子们自己亲自去想出来 要用自己的方式去表达对老师的感恩 三年的幼儿园生活即将结束 他们也更加独立懂事 有信心面对下一个学习旅程的开始 带来新闻马来西亚综合报道